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比较多 我呢 是头一个儿 到这儿来先给大伙说一段儿 等一等早来的 等一等晚到的 等一等门口买票的 等一等拿着票找座位号的 先跟大伙聊几句 今天呢 对于我来说 可以说是我德云生涯当中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因为今天呢 是我第一次登上德云书场的舞台 说下面呢 在这儿已经说了有些日子了 说书还是头一次 练练看 我房和敌 多得能美 一上台 把德云书场说风香了 大伙愿意听以后我多来 说风香了不算 争取我多说几场说风啥了 哈哈哈 说说之前呢 都得先说一个定场诗 就是前面上的那四六八字 一般来讲 得合成押育 大伙都很愿意听我师父郭德刚先生说这个 那么说到最后呢 得敲一下这个小木头 这有讲究 这小木头呢 我们行话说的叫醒木 为什么叫醒木呢 因为它比雪碧好喝 哈哈哈 敲到哪一下 这个说法 如果说观礼的演员 啊 这个师父给讲过 说山海关以内的这类观礼 观礼的演员敲这下 敲到定场诗的里边 小龙静默 啊 小龙静默 信玉 也难入垢 也难入垢 敲到里边 如果是关外的演员 山海关以外的敲到外边 说完了再敲 也难入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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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我师父给讲的 听他讲完之后呢 我就糊涂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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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拿我来说嘛 有咬听我的 我是东北人 啊 生在东北 长在东北 但是呢 我是在北京 拜师学的义 现在又在北京演出 我老家送关外 关外的人在关灵演出 我这下敲哪里 哈哈哈哈 敲太多 敲两个 哎 哎 你看 这属于有创意的观众 以后再上台说定场诗 我就这样 也难入垢 也难入垢 哈哈哈哈 敲两回 敲三回的有没有 有 有 传统线那边有一段叫打灯迷 啊 是那个我自己的灯迷 就是最后 半夜叫门 问生谁 啊 俩人常用的时候 啊 常用敲门 用这个敲三枪 啊 是当敲门来 啊 敲三枪 啊 敲三枪 啊 那么说敲好一百下 有没有呢 啊 没有 啊 没有 啊 游戏厅那大地鼠 哈哈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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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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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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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qu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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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чтобы opening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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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奥运会呢 作为咱们北京的观众 再熟悉不过了 咱们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 就在北京 20108年 那是咱们国人的骄傲 那开幕师多带劲啊 张宇某导演 那么咱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大伙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清朝 清朝当时是光绪明镜 皇帝说了不算 当时呢 清朝真正掌权的是慈禧太后老佛爷 当时的欧罗巴州 也就是说今天的欧洲 开会要举办一次奥运会 相当于奥组委的会议 大伙再一份研究 请美国国家来参赛呀 这时候张宇某 听说大清国好东西不少 咱们欧洲和美洲的八个兄弟 也就是说八个邻军啊 从那儿弄了不少好东西回来 咱们得邀请他来 背不过咱们占点便宜 大伙人兄好啊 都同意 于是乎这个邀请函 可就发到了当今的故宫 当时的紫禁城 这天早晨呢 慈禧太后起床 吃早点 大排宴宴 慈禧太后吃东西 养就早点就得七叶八满 抖汁的 咬圈的 姜果子呀 炸白事的 这都挖好了 男子 吃得了之后呢 李连英得吃头 就李连英那会儿都知道 慈禧太后跟前的红人 大太殿 总管了李连英 慈禧太后是特别宠着他 为什么这么宠着太子 据说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李连英梳头 梳得好 慈禧太后 每天早晨起来梳头 都得用李连英 李连英梳头那花样多了去了 梳个什么一把头两把头 八股头女人头 动车足火车头 他都会住 在这一边梳头 一边跟慈禧太后 俩人聊天 实际呀 人就是这样 别看 这位是掌权的皇太后 这位只是一个太监总管 但是呢 人相处时间长了之后 他是有感情的 俩人时间长了呢 实际你看经常俩人在一块 当彭处 慈禧太后他也是人呢 没事 因为找人说过这句话 是什么的 哎 李连英拍着聊天 一边梳头 一边跟着说 老婆爷 您知道吗 最近呢 洋人又给咱们下战书了 慈禧一听就急了 咋着 刚割王帝赔王款 咱们怎么还要打呀 啊 欺负咱们大清国 没人了 是不是 不行 小雨呢 孙子在 上楼跑 不是什么回事 老婆爷 他这个战书 他不是打仗 就洋人要举办一个 叫什么奥运会的比赛 大爱妻就说呀 有这四个比赛 大伙都到那里去 啊 谁赢的呢 就给谁发一个纯金的牌子 就说明这个国家 最厉害 慈禧一听 高兴的 哎 这行啊 咱们大清国 爱妻有这么长时间了 咱们得利用这个机会 咱们得出福这口气 啊 小李子 你说说 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 李延音一听 慈禧要问具体情况 被问住了 他也不知道 回到佛连 此事一直是李弘张 李一代人负责 好了 把李弘张报教来 宣李弘张进见 李弘张在府里边 也是刚刚起床 吃完了早点 豆汁啊 嚼圈啊 姜果子啊 炸排叉啊 大概也就是这一类啊 脑子饮小吃 一听慈禧太后 宣誓进宫 赶紧穿戴整齐 到宫里边进见老佛爷 臣参见老佛爷 起来吧 坐在 刚才小李子跟我说 洋人要办一个叫什么会的 你知道吗 会老佛爷 那是叫奥运会 怎么回事 你给我具体说说 这个李弘张呢 有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当时呢 也是朝廷当中的一位全臣 很多的这个外事活动呢 就现在外交都归他管 回老佛爷 这个 大概呢 有这么四项比赛 各国家在一块比 什么比赛呀 这个 第一个比赛啊 叫做白里赛跑 就是跑一百里 谁跑得快 谁就赢了 哦 那 哎 小李子 你说 咱们这大清国 谁跑得最快呀 李弘英文先说了 要说跑得最快 当然得说老佛爷 你呢 每次一打仗 你先跑 跑不动还得我背着你 但是心里想 没敢这么说 老佛爷 这个奴才不知 哎 小李子 我看你平时那推奖 挺前面的 要你去吧 哎呀呀 老佛爷 你会找个鼓子吧 奴才年事已高 哪来得了热的呀 哎 哎 不过奴才倒有一人推荐 哦 你说说谁呀 您看咱们皇宫的报事官怎么样 有的关注 有的关注 这报事官 是什么人 过去呀 这个皇宫里面 他不像现在 设备 怎么先进 手机 呼机 对讲 一记 传真 电话 英特朗 什么都有 那个时候 没有 有事 有文件 需要通传 一律是 快马 传递 不过呢 这个快马 他自能跑到 当今这个 故宫紫禁城的 古门外 到那 就得下马 这马进不了皇宫 那么把这个文件 再交给一个人 由这个人往里边传 这个人就是皇宫的报事官 传这文件的时候呢 他是有说法的 这个手呢 把这个文件给高高举起 这手呢 你撩这小马褂 身体一直往金丸面上跑 边跑呢 还得边喊一嗓子 一直跑到金丸面上 这就是 保时官的活 那么如果说 从武门 跑到金丸面上 有多远呢 咱们在座的地方 也得有去过故宫了吧 少说 也得一千多米 这一千多米 就是一公里 事儿少心 那时候是 清朝末年 见天大仗 哎哟 那文件多得去了 那么说这个报事官 一天得跑多少道呢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 多少道 在现在统计不了 但是咱们当时 一天得换八双靴子 这人能跑 私行一天 哎哟 行了 那就让他去吧 这人叫什么呀 回兵老佛爷 他叫小兔子 行了 就让他去 大清国参加奥运会 白领赛跑 派只兔子 这就病下来了 呃 哎 哎 刘纳 你再说说那 呃 第二项比赛 啊 回兵老佛爷 第二项比赛呀 呃 就 跳高 谁蹦的高 谁就赢了 我知道这方向内外 谁蹦的最高啊 平时老看戏 戏班子里 严谷松 那个 我看他蹦的高 嗯 回回啊 在台上唱戏 三张做了 多一会儿 一个跟头就过去 哎 就让他去吧 这武松 就成了大清国的 跳高成全手了 第三项是什么 啊 回兵老佛爷 这第三项比赛 有意思 叫篮球 一边挂一个框 然后呢 往对方的框里边啊 装球 谁装的多谁就赢了 但是呢 一边得派上五个人去 哎呦 那这个谁去说诗人 啊 据臣所知 天桥啊 有这么个五个 是变戏法的 啊 不知道这篮球 他们行不行 啊 反正看戏法变得不错 而且呢 这个人数上合适 您还要不 哎 得了 啊 那您冲去一趟天桥 啊 把那哥五个叫来了 啊 那微信 去天桥的时候 可以听一场德鱼社吗 哈哈哈哈 放工厂 哦 听德鱼社可以 非得把那票拿过来 我给你报了 不过听说呀 他们那剧场票不好买啊 要听听下午上 就听书那票好买 哈哈哈哈 所以太后春都知道 第四项没得问呢 李鸿章先说了 啊 老佛爷 第四项叫 艺术体操 这怎么回事 反正就是 呃 上线的人 这人呢 呃 穿戴打板 底下得打分 啊 这个模样长相 底下得打分 呃 这个身段啊 反正什么的 都得打分 哎 哎 那我知道了 您看这个戏班的里面 穆桂英怎么样 您看这外星多寸呢 让他去 穆桂英就成了艺术体操选手了 这四个比赛选手传奇了 这个大新国这个奥运代表队 也就算组成了 命令李鸿章为奥运代表团的团长 领着一行人是出征欧罗巴 去欧洲这个路程啊 呃 我去过欧洲 现在来说呢 坐飞机从北京飞 我上次到了那支布鲁塞尔机场 啊 得飞将近十一个小时 当时清朝没有那个 也就是马车 啊 顶多弄一船 这李鸿章呢 就带着一行人 啊 坐了马车 往欧洲赶 这李鸿章干嘛的都有 排东西的 这个 什么管家呀 啊 马仔呀 厨师呀 啊 戏巴子呀 都得带着 哎 那么说怎么戏巴子带两个 怎么都带下来 得带着 啊 尤其这个文武厂 也就是说乐队师傅都得带着 你想 有两点好处 其妮 这个路程太长了 和人走两个月 啊 这路上呢 呆着没事 能添堂戏 其妙 你想 物归英是艺术体操选手 他得需要音乐伴奏 咱们简断结束 一行人 机餐科医 小型露宿 走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终于来到了欧洲奥运会的主会场 到的时候人家开幕式都已经结束了 没赶上 整赶上 投一项比赛 白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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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开始 到赛场上呢 这个英国和法国这个领队啊 合伙 挤对 李宫章 哎 我舍李大人 我就说普通话了 倒这口太贵定了 哈哈 嗯 李大人 嗯 你们大清博 还谁来参加比赛呀 我们那儿有刘逸兹 我关了什么刘逸兹 刘逸兹 我们这儿有小兔子 小兔子能听懂吗 smart rabbit 会指去扬门 反正这俩两队就没听懂 赛场的剑子 这边 运动员入场 啊 各国演员 这个运动员都齐了 这小兔子一入场 全场的观众大门的 怎么呢 你讲吧 这各国的选手啊 他都是长得很壮 绑大腰圆 身上那个剑子肉 鸡肉 一搁在一块 围绑这个小兔子 长得这个瘦 看着我了吗 他比我瘦三圈 而且穿着搭着肚子 人家白衣赛跑都得穿背心短裤啊 他们 长袍带马褂 这边比赛 准备开始 这个裁判员 你看 各国运动员 预备 各国运动员全蹲进来 为什么 这叫蹲军式起跑 您看这个赛跑的时候啊 尤其是短跑 都得先 两个手撑地 半功半跪 这样起跑呢 有助于发力 提高出速度 现在更先进了 后面呢 还有一个脚上蹬的 那叫什么 那叫起跑器 一蹬那个人 啥出去了 各级位 都蹲下了 再瞧 小兔子 站着 都蹲下了 多大的马褂 我不能蹲下 我是大清国人 我得站直的 大清国得站直的 笔直的在那站着 乖乖乖乖乖 发力枪一响 各国一家 全蹲下了 再又来 少一位 谁啊 小兔子 在地面胖着呢 俩手抱着大呗 羊大人别开枪 羊大人别开枪 我说上桌 我下一个小子 你别开枪 我错了 你不知道错哪了 哎呦 全场的观众 这个起后梦 哎呦 回去吧 这个还来参赛呢 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啊 和药性命了 少一位怎么办呢 还得重来 现在短跑也是如此 如果说 这边一放枪 这有强跑的呀 或者有犯规的呀 这个允许重来一次 但是如果第二次 没有 你不能老公重来 第二次如果再全部好 放过夜什么的 直接就红盘发价 取消参赛资格 但是当时呢 为了照顾这小兔子 头一次参赛 重来一次 这时候李婚杖坐不住了 跑到跟前来 给小兔子拉嘴巴 混账倒行 枪想你怕什么 嗯 那是要打你了 不是打你 那是让你跑 让跑 往哪儿跑 往我这儿跑 听见没有 跑投一个啊 跑投一个我赏你 要人投一个杀你全家 丢人宣誓的玩意 李婚长伤心 我跑 跑第一 比赛重庆开始 各优位 预备 跑 各优人员都出去了 小兔子这儿要命 就想到 这是让我跑 是撒出去就往前跑 这一跑怪了 怎么全场有一个声音 是响彻人宵 一开始落后 到后来连锥带赶 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 哎呦呵 和李婚长连锥的那种 我喝 哎好 跑第一 在那小兔子 跑过了终点之后 都没停 为什么呢 李婚长说了 往他那儿跑过 他不是跑作员 直接跑到李婚长 跟前往那一跪 回忆的人 小的 第一个 哎太好了 哎呀小兔跑第一 行了 得了 那我回去上个远方胡萝卜 这倒在你 酷的吃胡萝卜 嗯 这头一个比赛啊 咱们打清国 拿了敌意 当时呢 如果说 呃 奥运会得冠军的话 现在也如此 都得 升国旗 奏国歌 啊 尤其是冠军 连升国旗 在奏国歌 这礼仪都得有 当时也如此 于是呢 奥主委那个官员 吵到李婚长 啊 李战人 呃 把你那个 那个国旗拿过来 啊 这李婚长一听 怎么还要这玩意儿 当时大清国 没有国旗 这怎么办呢 哎呦 李婚长是急得直转 哎呦 我们这个是 是国旗 你没 你没见过 你那边先话 你当我 我给你找 我给你找 啊 我给你拆这个 怎么国旗 你拆这个 反正都不管了 不管了 李婚长这急得 满脑袋是汗 人家那边 怎么办奖呢 这个选手 都上了领奖台了 这边奥主委的官员 是一个劲儿的催 哎呦 我给李婚长急得哟 是你脑袋汗 这怎么办呢 我这这 国旗没有 哎 三招击 两招击 三招 两拽哟 这么一逼 头一看 这国旗 有了 Cover 扣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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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费 愿意 你